哈喽,大家好,我是鞋底 我现在是在埃及开楼的金字塔 我现在走路去那个石神人面向那边 我刚才在这个位置 就是孟卡拉金字塔和卡夫拉金字塔 中间那个位置,在那个平台那个地方 找人帮我拍了点照片 这都是太棒了 我跟你讲,这个位置真的是绝美 为什么呢? 因为胡夫金字塔 他那个塔尖,他塔尖是塌了的 就感觉上面少个尖 那个强迫症看起来不太舒服 还有就是他儿子就是卡夫拉金字塔 这个基座是比胡夫金字塔要高的 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拍 金字塔那个角度真的太棒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是到这里来参观的话 游览在那个位置照张相 真的非常nice 还有就是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在这个金字塔景区游览呢 想要自拍怎么办 想要拍照怎么办 就找这种欧洲游客 知道吧 你阿拉伯人和欧洲人 你一眼就可以分开嘛 就认得出来嘛 打死打死 千万千万不要找当地的人帮你拍照 因为有很多中国人呢 让当地人帮忙拍照以后呢 手机他不给你 他问你要钱 知道吧 一开口多少美金 然后又是人民币 或者是i棒 你要是不出一次血的话 你的手机都要不过来的 知道吧 这呢 已经是很多人上了这个档了 知道吧 这已经是个很劣质的套路了 再次强调一下 知道吧 跟着我呢 基本上是不会被坑的 因为我真的是今天了都没了他们 知道吧 你说啥我都不信 保持这个心态 自己玩自己的 包括我现在走路去石森人面巷那边也是的 就这条路嘛 几百米嘛 这么好的一条腿 拿来干啥的 就是拿来走路的 再次说一下啊 孙子的孟卡拉金字塔 儿子的卡弗拉金字塔 爷爷的狐狐金字塔 我现在走路 从这里走 就到那个石森人面巷了 哇 大概有个300米吧 300米估计都不到的距离 很快的 我走路过来呢 还有好处的 你看 可以经过 这旁边有一些是 当年工人住的 还有一些是祭祀的神庙 这些都是遗址 看到没有 都在这儿 你要说是坐车坐大巴的话 一晃就过去了 肯定也看不到 看这一大片 这都是一些遗址神庙 基本上大家的车都停到那边 我的话 还是走一走看一看 哇塞 十来米深呢 看到没有 咱这玩法就比较细致了是吧 还比较省钱 主要是省钱 废腿 省钱 继续走 好 这边这些神庙遗址还蛮大的 不太好走了 我跟着这些人的脚印走 这边是路上 还是走一点路吧 那边没有脚印的就尽量的不要去 好差不多了 这里就是尸身人面巷的背面 屁股这边 大家都是看正面的 我给你们先看个背面 好像还要买票呢 原来是这样子 我看一下怎么过去 哎 还是要绕到大路上 行不要给了 拿着你这个200块钱买的票啊 走到尸身人面巷这边 这里呢是入口 票呢 刚才他已经检查过了 我现在进去 哇 我真的是挺佩服这些人的 这是一块啊 我的蚂蚁 感觉一毫米的份都没有 看到没有 平平的 这个也是四千六百年前的活啊 真的是能治好强迫症 你看 四千六百多年前 人家做点石头黑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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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不不不不不不搭理他 要不 一旦埃及人跟你说 听我的 呵呵 你就要多听 听上几句你就要破财 要不 他跟你讲完以后他就问你要钱 你要不给 呵呵呵 哎呀 斯芬克斯傻下场 就是没鼻子 他一腿 呵呵 打得你没鼻子 呵 过这个通道咱就过来了 斯芬克斯 哎呀 这个名字还是人家希腊人取的呢 就是发现他的时候呢 没名字 知道吧 是大概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 考察队 到这来一看 哎 这怎么 露个脑袋 刚才我认识的 两个小哥 就是一九三几年的时候 他这边是埋到土埋脖子 真的就是黄土埋到脖子 知道吧 就留下一个脑袋 这个脑袋呢 还是个残缺的 就是这个鼻子这一块 它是没有的 具体是 怎么没的呢 中烧风云 反正这四千多年 很多人都有可能干这个坏事 知道吧 拿破轮还背过锅 你们去想一下 这个雕像呢 高度二十米 高二十米 长的话加这个爪子 七十二米 加爪子 这个雕像啊 你看那个脸 哎呀我先找个地方 哦等一下 过来一下 他们那边拍照 我在这边 就他这个脸啊 说是按照这个 胡夫法老的这个脸 雕的 谁干的呢 就是他儿子 卡夫拉 是吧 他儿子 当时修这个金字塔的时候呢 觉得用他老爹的这个脸 做上一个这个造型 刚好这儿有块石头 这样子也算是他们这个家族目的的这个守护者 这样子 我总算呢找到一个好角度 就说一下 按理说 这个雕像呢 这个额头上 看到吗 这个额头那一块呢 是有一个圣蛇的一个标记的额头上 就跟我前两天给你们拍的那个就是法老的面具一样的一个蛇 这是他们古埃及的一个象征 还有呢这个下巴这儿看 下巴这儿按理说还有一根胡子 他那胡子就跟那个就是一根棍 知道吧 也有知道吧 你看呢还有就是掉落的痕迹 然后呢 会戴着这个纳姆斯的头巾 还有就是埃及法老的那个纳姆斯的王冠 知道吧 这些都有的 只不过就是说是这么多年了 几千年了嘛 就该剥落的剥落掉的掉 这个圣蛇呢 就这个标记啊 他不是掉下来以后呢 好像是掉到这附近了 然后呢被人找到以后呢 英国人找到的 好像现在是在英国的WADN博物馆 然后这个胡子 这个胡子断了好几截 说是有那么一两截是在英国 埃及的那个博物馆 有个一两截 就这么个意思 知道吧 具体它到底长啥样呢 现在是无从考证 这里的人啊 真的是好多啊 想拍上一张 亲近一点的照片 真的是好来好来的 不过大家都相对的会错开一点 我刚才呢也拍了两张 让人家帮我 哎呀这美女蛮多的吧 我倒觉得这个欣赏美女 哎呀比这个斯芬克斯 要来的实在一点 哎 我在这里啊 玩了大概 我看几个小时啊 五个小时了 这个景区呢 进来一趟不容易 蛮贵的 总共都花了七百了 你想吗 看到正脸 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算了 ok ok go ok go in touch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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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埃及的和一个美国的两个小伙伴 哦不是小伙伴 两个伙伴 他们的话也是旅游的 刚才呢 一块在那边帮我照了几张像 然后一块走到这边也照了点像 挺好的 在这里啊 记住啊就是千万不要让他们帮你照相 因为他们会问你要小费 这个小费都蛮高的 我看呢都要五刀 你说得了啊 你讲个价三刀 是吧 两刀 谁没事干带一刀两刀出来啊 是吧 或者你说哎呀五六十可能就是马克 就是挨棒就没了 是吧 所以说尽量的还是找外国人 就找欧洲人 欧洲人比较热情嘛 你跟他讲一下 哎能不能帮我拍个照啊 他说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知道吧 我身后的呢就是最大的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 手里呢有三张门票 四百块钱这张票就是进入 胡夫金字塔的门票 就是普通的外边的门票呢是二百 摄像呢是一百 如果说你想进去就必须要花四百 我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所以说就买了票 打算呢在里边给法老唱一首歌 我真的还想载火五五千年 好了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我现在是在胡夫金字塔内部 这个台阶这边 真的是好高啊 这个通道特别的窄 你看我腰都直不起来 好几十米长呢 太窄了 这里又不怎么通风 卧槽 门票还是死贵 诶 这里可以赚钱 这工习惯了 要坐这儿 金字塔内部啊 慢一点 太窄了 这个体能不好的 或者是腰弯不下去的 或者是身高太高的 或者太胖的 就不要考虑进这里了 真的 那个洞 哎呀很累人啊 我就慢慢的倒退着往后走 金字塔内部这个通道 修得也太平整了吧 这个四千多年前的手艺 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四千年前啊 四千六百年前 人家干的活 看看严丝喝饭 太不可思议了 我休息一会儿我太热了 好了 到了 我钻过这个洞 就是法老的墓室了 咱打开一下 诶 这里还可以站着 还可以 哎呀我弯久了 我这个眼睛都冒金心 好了 现在金心冒完了 真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活干的 里头有一些游客 这个高度够五六米高 不行 我这玩久了我眼冒金心啊 你看这里有一个通风嘛 我的马爷这个活干的 四千六百年前 太不可思议了 严丝喝饭 这个石头气的 这里头有一个石棺 据说据说就是 胡福法老的石棺了 看到没有 可惜啊 法老都不知道在哪 说不定都被人吃掉了 太不可思议了 啥石头 这四百块钱 基本上 就这么多了 就没了 听说 还有别的这个密室 或者是暗道 只不过就是 没有发现 四百块钱啊 我一个中国的 这边一个美国的 这边一个英国的吧 还是哪个国家的 我们三个人呢 一人站了一面 好了 走了走了 哎呀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千年 哎呀五百年都不够你活的 你要活五千年 才跟我差不多快一个时代 还好呢 我是属于个子不高的类型 这个视频呢到这儿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 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 点个赞 就这样子了 拜拜